让我进去 太后有旨 谁都不能进去 我是赵太师的女儿赵湘宁 谁敢拦我 赵小姐 这可是太后的旨意 里边可是朝廷侵犯 里面的朝廷侵犯 明天我要跟她成亲了 我要见她 如果我们放人进去 咱明天都得人头落地 你们谁要敢拦我 我照样让你人头落地 让开 你不能进去 小姐 你不能进去 站住 小姐 别进去 别进去 你 别进去 小姐 别进去 小姐 就算你不愿意娶我 也不用这样侮辱我 你以前对我这么患 后来又对我多好多好 一下子让皇上来提气 一下子又灰昏逃跑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不愿意娶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以为我照项你好欺负吗 小姐 你为什么不多 为什么不多 为什么不多 为什么对我这么患 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患 为什么总是欺负我 为什么总是欺负我 我不是故意要欺负你的 我不是故意要欺负你的 您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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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现在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了吧 我为了进太医院与办难庄 这个秘密连皇上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早说 上一次去你家的时候想告诉你的 被查账打断了 你有那么多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说 对不起 我知道太后 要把你嫁给我的时候 我原本想逃走的 那你就走啊 你永远都别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娘被他们抓走了 我不是故意要羞辱你的 要是啊 让太后知道我是女的 会杀了我娘的 说来说去 都是你在决定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对不起 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一切都是我不罪的 因为我太子死 都没有想过结果 害得我娘也为我受罪 都是我的责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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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我们照样成亲 成亲以后 你带你娘走 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我不会说出去的 你 你要帮我 你救过我和我爹的命 让我报答你 不行 这关系到你的名节 你 我不能犯牲你 这是救你娘唯一的办法了 你还想不想救你娘 我不是过 你 你 你说 我 你 你 的人 妈妈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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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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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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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娘 快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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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这样不知好歹 那就休怪挨家了 宝川 挥一个手 慢着 不要 不 大方 是个女的 不是女的 我是女的 啊 就是女的 她是女的 谁不是 你是女的 就是啊 就是女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 请放过我娘 你 你 启禀太后 太后赐婚 乃是微臣之荣 我赵家之姓 可是这个和天 她竟然欺瞒太后 使太后颜面尽失 微臣也觉得自责 王太后 念在微臣再朝多年 尽心尽力 辅佐先帝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王太后在众位 百官面前 还微臣一个公道吧 太后 奴才琢磨着 这事是和天一人引起来的 她胆大包天啊 她敢欺骗太后您 她敢把今天的指挥 不放在眼里头 欺生之罪 立当斩首 还有她妈 明知道情况而不报 也应按照规矩斩首啊 否则的话 您跟皇上的尊严何在呀 是啊 太后 母后 和天本性善良 她进宫只是为了学医 并非刻意欺骗 母后 这件事请母后三思 胡闹 胡闹 你早就知道她是女的了 儿臣 也是刚刚才知道 简直是荒唐之极 哀家此婚 皇帝提亲 可是在大婚之日 居然新郎官是个女的 这种消息传出去 不是让天下的百姓 笑皇帝有眼无珠 笑哀家愚昧糊涂吗 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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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告太后 这皇上啊 是刚知道这件事 可我早就知道了 要连共犯一块儿斩了是吧 那得嘞 劳您驾 连我一块儿斩了吧 对对 你 二哥 你疯了吗 太后 她根本不知道我是女的 她在说谎啊 启禀太后 向您早就知道 何天是女儿身了 所以才让她搜得深 你 向您知情未报 让太后以为向您受辱 才有了这桩婚事 向您请太后赐罪 你早知道她是个女的 为什么不早说 你们不用帮我说谎 有什么罪让我自己承担 太后 他们真的不知情的 太后 太后 娘 太后 是我让何天隐藏身份 是我打上侍卫 叫何天连夜逃跑的 这孩子是无辜的 都是我的主意 太后 你要杀要砍 砍我吧 娘 太后 是我要你扮男装的 不关我娘的事情 来人 母后 当初因为何天 没有考上太医院 是儿臣要太医院破格 何天并非有意欺瞒母后 今天这场闹剧 都是儿臣的错 不过 何天进了太医院之后 有功无过 不但治好母后的厌食病 失眠症 还屡见齐功 母后 儿臣求母后 饶了何天等人 如果要怪罪的话 儿臣一人担下 好 很好啊 很好 原来你们早已经串通好了 偷偷早就知道 就让哀家蒙在鼓励 是不是啊 你们 你们不是明白着 让天下百姓来笑话哀家吗 这下你高兴了吧 你高兴了 你成功了是不是 多好啊 多有情有义啊 多好啊 一个一个的来争相顶罪 哀家又是把你们办了 显得哀家 无情无义 没有人性 可我要是不扮你们呢 哀家就会落个 探户放纵 妇人之人 好 真好 祸是你们闯的 这过呢 要哀家一个人来扛着 滑稽 太滑稽了 天下之大鸡啊 哀家 想不相信 哀家一个一个 把你们都杀了 太后 您息怒 别气坏了身子 您听奴村慢慢说 他们几个知情不报呢 还情有可原 就这 和天这个东西 他是蓄意欺骗 蔑视朝廷 此人不战 不足以平民愤呢 只有先把这个罪魁祸首 斩首 才能以正视听 恢复您跟皇上的尊严哪 明日下午 将和天斩首示众 是 母后 母后 这事可有点意思了 嗯 嗯 别抓他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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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放开他 快点 走 别乱来 现在也多 救了他也走了 月儿 我 我 我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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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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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